哈囉大家好,今天我們要來講氣體動力論 氣體動力論呢就是透過運動學還有力學來分析一群氣體的行為 好,那我們先考慮我們這裡有一個正立方體的箱子 它的邊長是L 好的,那這是它的俯視圖,就是從上面看下來 好,那這裡有一個單元子的理想氣體分子M,質量是M 它撞到右邊這個牆,然後它反彈回來 從俯視圖上面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這裡是M 那撞到牆壁,又反彈回來 過去的時候速度我們叫它V1,回來的時候叫它V2 那我們要來分析它的速度變化量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進而求出動量變化量,然後就會有力,才會有壓力 壓力在這個氣體的分析上面是一個很重要的物理量 所以我們想要分析它 來,我們把這個速度做一個分解 向右向上,向左向上 這個是V1,這個是V2 好,我們假設它和右邊這個牆做完全彈性碰撞 好,那麼它去的時候速度叫做Vx的話,回來速度就叫做V-Vx 那它的外分量速度不會變 好的,所以它的速度變化量,ΔV就會是2Vx,如果取一個絕對值的話 好,那這個單獨的分子對牆壁造成的力是ΔP除以ΔT ΔP就是剛剛求的2Vx乘上它的質量 因為ΔP等於MΔV,是2MVx 下面呢,下面的ΔT的意義是說 M撞到這個牆之後,再過多久還會再來撞一次 它要過來再過去 所以,它會經過2L的距離 它在這個方向上面的速度叫做Vx 我們暫時不考慮M撞其他牆的情況 那麼,這一個算是化減下來 就會變成L分之MVx平方 好,這是一個分子造成的力 那如果我有N個分子呢 造成的力就會是 這個我們有N個F加起來嘛 可是每一個分子的Vx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換一個寫法 為了方便,我就在下面寫個N 代表我們把N個分子的某個東西加起來 什麼東西呢?Vx平方 把N個分子的這個東西加起來 就是這N個分子總共造成的力 好的,那它造成的壓力呢?是多少? 這個比較長,我寫在左邊 它總共造成的壓力是多少? 壓力呢?就是力除以表面積 這個力呢?就是我們在這裡寫的嘛 這個東西 好,它表面積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這是一個正立方體 所以它表面積就是L平方 好,那這個畫解就是 M除以V 然後呢,N個加起來 Vx平方 好,那 這個地方呢,我們想要做點畫解 來,我們把左邊這個東西 乘上一個N 也就是說,我們要乘上一個N 分子N 這個N我們給這個 這個N給下面這項 好,這樣會變成什麼呢? 這樣會變成Nm 除以V 右邊呢,會變成 這N個分子的Vx平方加起來 再除一個N 好,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定義一些物理量 來讓這些東西比較好算 Nm除以V 我們可以想一下 Nm是有N個氣體分子 每一個分子的質量M 那Nm就是總共的質量嘛 V是總共的體積 所以這樣算下來就是總共的密度 好,那 Vx平方 把它全部加起來 欸,再求平均 那是不是就是Vx平方的平均值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這個Low 密度的代表是Low 寫到我看一點 好 LowV平方 LowVx平方 這只是x方向的速度 的平均值而已 好的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第一個式子 這N個分子加起來 的這個壓力 是Low 乘以x方向的速度平方 的平均值 好的 那我們還可以怎麼改寫呢 因為你很難直接求得某一個方向上面的速度平均值嘛 所以 因為我們有很多個氣體 我們通常都是考慮很多氣體的情況 那它的分布會去向於一個平均 所以 x方向的平方 速度 平方的平均值 會等於 每個方向 也就是綜合起來 速度 平方的平均值 就除以3 因為我們總共有xyz三個方向 前面Low不會變 那後面呢 V平方 的平均值 我們把它定義成 方均跟速率 的平方 除以3 就除以3 在下面的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速度 叫做 方均跟速率 好 那這個東西 快點下來就會變成 3分之1 Low Vrms 平方 這個 就是 壓力的 氣體壓力的公式 它會等於這個密度 乘以方均跟速率的平方 好 但是這個東西 還有個 我們還可以再繼續延伸 因為我們知道 一個氣體的 動能 它是 2分之1的 mv 平方 對不對 那麼 很多個氣體分子 的動能 總和呢 就是 2分之1 的 m 然後 sigma v平方 就把v平方加起來 那 那 v平方加起來 欸 抱歉 應該是說 有n個 然後每個都有b平方 b平方 因為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平均 所以它可以視為一個定值 就是vrms 平方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 看看怎麼化解一下 因為我們這裡 有那個 nm 我們 上面這裡是不是有個nm 我們想要用這個東西 看能不能帶進去這個公式 所以呢 2分之1 nm 我們就把它 處理一個v 好嗎 我們把它處理一個v 當然上面也要給它補個v回來 再乘以方均跟速率的平方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前面這個東西 剛剛說過 可以把它寫成 地底的密度 low 然後後面還是一樣 乘以v 這個v的體積喔 不要和後面這個vrms在搞混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加那個rms的下標 好 好 那這個東西 和這個東西 其實 看起來不太像 可是有很多的物理量 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稍微做代換 好的 那p pn 是不是會等於 三分之一 low vrms 的平方 把後面這個換掉 low vrms 平方 我們把2乘過去v 除過去 是不是就會變成 2kn 再除以v vrms 等於 三分之二的 總動能 除以體積 好 那我們把它做給一項 就會變成 我們很熟悉的形式 但是我們在這裡要先說一下 氣體的內能是它的總動能 所以 kn 就是它的 再寫一下喔 kn 好的 kn v 就是 它的 總動能 那我們會把它叫做 氣體的內能 就會等於 把3乘過去 2除過去 v也乘過去 就會變成 2分之3 pv 好的 這個呢 就是氣體內能的公式